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這一節進入網路行銷欄人包的第15集 這一節我們要講就是產品 那你說產品有什麼好講的 如果你本身就已經是在某個行業認識已經很久了 或者是你在某個領域已經專業很久了 那產品你本來自己就已經有了 你來聽這個產品幹嘛 那其實我們這邊的產品 我把它歸類為三種 第一個是會員網站 我這邊看到這個是第一個會員網站 第二個是數位產品的下載 那第三個是實體的產品 那也許你已經有了實體的產品 那很好就是表示你已經在你的業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你可能都在賣衣服啊 或者在賣包包啊 或者賣鞋子啊 或賣實衣住行 或是開餐廳啊 或者是賣服務啊 或是你是講師啊 專門在講課啊 那不管你是任何產品 你可能已經有已經有自己的經營過一段時間了 那但是如果你還沒有數位商品 還沒有線上商品的話 我會很建議你來看一看我們這一集要講的東西 那首先呢 從數位網 會員網站來講 會員網站呢 我目前把它歸類為三個形式 第一個是 你提供這個教學影片 就像我提供這個線上的影片教學一樣 把影片錄製好 然後當成線上課程 其實國外有很多像Coursera很知名的 世界級的那個線上課程的網站這種平台啊 它可以讓很多講師 世界級的講師在上面開課 那像那個美國有很多大學啊 他們也都公開他們的大學的課程 所以現在你說有些國外的課程你上不到 或是哪些大學的名校啊 的名師的課程你上不到 其實目前像Coursera這種線上課程 你都已經可以去上到很多很高端的課程 而且不用付出太多的費用 我覺得這個是線上遠距教學已經解決掉很多 以前你要慕名那些老師上不到課的那種狀況 現在已經可以把這些距離都縮短了 那如果你是本身具有這些專業項目的話 或者是你本身在某個實體的產業 實體商品的產業這個領域已經鑽很久了 那代表什麼 你的know how 你的專業值不值錢 如果你覺得你的專業夠值錢的話 其實這些專業都可以拿來販售 我舉個例子 你去過那個書店看過很多書 那你有沒有想過 每一種書籍分布在各行各業 每一種書各行各業都有書 那書是不是書位商品 比如說你開一間餐廳 那你去你會不會去找書來看 關於怎麼經營餐廳的書 或者是關於怎麼樣去做菜的這些食譜 這個都是一些知識性的財產 那這些知識性的財產呢 其實你都可以拿來販售 如果你是經營餐廳的話 那你今天做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會員網站 這個會員網站呢 裡面就有很多料理食譜 然後影片專門供人家觀看 這是一個方式 而且這個網站它是可以收費的 專門賣給誰呢 可能賣給家庭主婦 他們想要有各種不同的獨特的菜色 是完美學不到的 那你這個是可以在網路上販售的 或者是你可以賣給想要開餐廳的人 這是你可以販售的對象 或者是其他反正就喜歡做菜的人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那也許你會覺得說 可是我這些技術根本就不想外傳啊 那其實這個只是一種 會員網站只是一種 影片課程只是一種刷路假啦 就是說引人入門的一種知識性的傳遞 其實你不一定要賣錢 或者是你不一定要賣很貴 或者是你不一定要全盤拖出 把所有的知識都賣給別人 不需要 其實你可以拿10%的專業知識出來販售就可以了 譬如說你今天的我剛講的那些食譜 假設你有100道食譜 你只要拿5道或10道食譜出來賣就好了 然後讓別人吸引別人 別人喜歡看你這個網站的內容 然後呢進而想要去你的餐廳 或者是因為你這個知識型的商品 在網路上因為做出了口碑 打出了廣告 有知名度了 然後大部分人其實是不喜歡自己做菜的啦 沒那麼閒啊 或者是那個你的那些技術 對他們來說根本就太難了 或者是家裡根本沒那些廚具 他怎麼可能做出那樣的菜 那只好到你的餐廳去吃嘛 所以這個這種方式你就可以弄一個會員網站 然後呢我們這邊講一個Vimeo的平台啊 你可以把這個影片放在這個Vimeo的平台 因為你的影片如果放在YouTube 雖然大家都知道YouTube怎麼用了 可是呢你放YouTube是沒有辦法去把這個影片鎖住的 你可以鎖成私密 但是私密呢只有你自己可以看 你可以把它鎖成半公開 但是呢半公開如果別人知道你的網址連結的話 把你分享出去了那你的影片就流出去了 所以呢我們用Vimeo這個平台啊 但是可以把你的你可以去鎖住帳號密碼 或者是像我都把它放在非公開區 所以呢在Vimeo的原廠網站看不到我的影片 即使知道網址也沒辦法收看 他只能夠在我自己的網址 他可以去設定限制在我自己的網址下面 才可以看這段影片 這個是我們裡面的網絡行銷懶人包裡面的技術型的教學 技術性的教學 就是教你怎麼去把影片放在這個Vimeo的平台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設定 然後再配合我們交的那個網站 Wibley的網站 他本身有會員功能 就是你一定要開通帳號密碼 然後他只能夠Login進去登入會員之後 才能夠看到這個你上傳的影片 那第二個是手機螢幕投影電腦教學影片 這個手機螢幕投影是之前我自己還沒有想過的 是因為後來那個 算前兩年吧 手機開始可以上網很普及嘛 然後手機就產生了許多的APP 就是APP 然後呢 我就想到說 我記得很久以前 在十幾年前 我就買過那個光碟片 然後那個光碟片 專門做電腦教學 因為以前我們想去考那個微軟的認證工程師 MCSE的認證工程師 或者是Sysco的那個 Router的那個路由器的認證工程師 所以那時候呢 在網路上就有人在賣這個光碟片 那光碟片裡面就是人家錄好的教學 就是錄好 比如說 那時候是Windows 2000伺服器 Windows 2000 Server 它的使用方式 網路的連線方式 怎麼樣建立帳號密碼 怎麼樣建立網站 怎麼樣設定電子郵件的系統 之前就已經有這種教學光碟片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頻寬不大 大概十幾年前了 頻寬不大 所以都是錄製成光碟片然後拿來販售 那後來這幾年手機普及了 所以手機上面也有很多軟體可以教 譬如說手機裡面也有剪輯軟體可以教 也有拍照片的軟體可以教 甚至還有遊戲 甚至還有人專門在教你寶可夢怎麼破關 或者是手遊很多手機的game遊戲 都有很多破關攻略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教耶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去擷取這個畫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手機的螢幕 然後投影在電腦上面 然後把這個電腦畫面錄下來 你在玩這個手機遊戲的過程 這也是可以教的內容 那還有一個是Camtasia Studio的錄製教學影片 如果說你教的課程是一些比較知識性的課程 比如說你教英文好了 教法文好了 教德文好了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把它錄製成 先做好PowerPoint 那這PPT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一邊講解 一邊播放這PowerPoint 然後用Camtasia的軟體 螢幕桌面錄製軟體 然後把它錄起來 把這些整個課程錄下來 那就變成你的一個教學課程 就好像你現在看到我現在 我又有同時有鏡頭 又同時有桌面 錄製電腦桌面 那你的學員就可以直接在家裡 因為現在網路比較發達 不像十幾年前 你也不需要出光碟片 你就直接讓人家在家裡 然後賣他一個帳號密碼 他就可以登入線上直接看課程 這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需要到一個團隊 像我現在是一個人 一個人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只要你學會這些東西 這些軟體的應用 那你把它組合起來 一個是網站架設 架設好之後 裡面有會員機制的功能 會員才能夠去分門別類 就是這個課程給 什麼樣的客戶 第二個課程給什麼樣的客戶 第三個課程給什麼樣的客戶 那這些客戶 你可以把它group成群組 那某個課程 譬如說A類課程 只有A群組的人可以看 B類課程只有B群組的人可以看 所以呢 當有新的會員進來的時候 你就把它分類在 他如果是買A課程 你就把它放在A的群組 他如果是買B課程 你就把它放在B的群組 那這樣不管你要開幾門課都OK 如果你的知識量非常非常豐富的話 或者是你有整個團隊 可以製作非常多的線上課程內容的話 那你就可以分好多不同的群組 然後就可以找各種各式各樣的客戶群 然後放到不同的群組去 這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即使你賣的是實體商品 你都可以去創建一個虛擬的線上課程 去招收對這個線上課程有興趣的人 那這些人呢 他以後如果覺得說 我上完課了 我真的不想自己做 OK啊 那你就直接賣他實體商品就好了 譬如說 我以前賣過DIY家具 我那時候IKEA還沒有進駐台灣的時候 DIY家具還蠻好賣的 在網路上賣 我那時候只有在Yahoo拍賣 十幾年前在Yahoo拍賣上面賣 然後呢 我那時候因為頻寬不大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做線上課程 我那時候純粹是賣家具 那其實賣家具 利潤還不錯啦 老實講 因為 我經銷的時候我拿的是六折的價格 然後 等於說我賺了至少 四成嘛 但是因為 他們在大賣場有鋪貨 所以我是打百分之八十的價格 所以我大概賺兩成的利潤這樣 那一個家具 譬如說一千塊好了 我賺兩百塊 那 賣一千塊賺兩百塊 那時候覺得 還不錯賺 那時候啦 我覺得這樣收入還不錯啊 可是 可是你想想看 每天要聯絡的那個 其實事情很多 像有的人會說 我 我減個螺絲 少一顆螺絲 或者是會問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問題 光是Q&A在回覆什麼的 就已經很煩了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可以做一個 線上課程是關於怎麼樣 怎麼樣組裝DIY家具的一個線上課程 那我故意去打那個免費的 就是說 你怎麼去判斷 這個家具放在你的家裡是適合的 是可以用的 是漂亮的 那其實我可以做一個課程 因為我以前沒有想過啦 其實我可以做一個課程就是 我可以把家具先組合好之後 放在我自己家裡的某個角落 然後拍照讓人家看 然後我還可以去錄製影片說 這個家具是怎麼組的 可是當時 要十幾年前要錄影片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而且影片的解析度 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好 現在是一隻手機就可以完成 這所有的事情 很方便 可以錄影片可以剪輯 以前那個年代不行嘛 所以我現在想到 如果我現在跟十幾年前的自己 現在在賣DIY家具的話 我會怎麼樣賣 我那個整個做法就會不一樣 現在網路時代做法就會不一樣 那如果說 因為我那時候賣過 三十幾種不同的DIY家具 如果這三十幾種 我都各自拍一部影片 在網路上流傳的話 那個效果會有多好 如果你這個數位商品 這個影片不是拿來賣的 只是純粹放在網路上 讓人家獲取流量用的 它會吸引很多人 所以其實這個產品 這個單元 我要闡述的觀念就是說 不要一直覺得說 你賣的是實體商品 那你就變不出什麼虛擬商品的花樣 其實不會 因為任何專業知識都是有價值的 任何的專業知識都是有價值的 所以你賣的即使是實體商品 可是你當初是怎麼樣去拿到這些實體商品 或是你當初怎麼去研發這些實體商品 其實你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講 那這些故事 有可能你可以變成一個影像化影片或PPT 你可以拿來說故事 這段故事 你甚至可以拿來賣 這是一種know-how 甚至可以拿來賣 那這是關於會員網站的部分 那另外一種叫做數位產品的下載 譬如說 我剛講的是錄製影片的東西 那其實錄製影片 你可以放在會員網站 讓人家登錄帳號密碼才能看 然後不允許人家下載 那另外一種方式 ok你就直接讓人家下載就可以了 你就上傳到網站上去 然後他們付了錢之後 你再給他下載連結 讓他們去下載 這是一種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當一個說書人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蠻想做的 可是因為我面書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覺得我做不太 不太能夠把它做好 譬如說我今天 我有個構想就是賣MP3 譬如說我今天讀完一整本書 然後我怎麼樣去整理這本書 跟我的個人的經驗相結合 然後把它寫成 譬如我念了這個章節之後 還有我的心得 把大義寫下來還有心得寫下來 然後我把它錄成MP3 這也是我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去賣這個MP3 那你想想看這個市面上的書 幾千本幾萬本幾十萬本 這個功課你永遠都做不完 你看完一本書寫個心得 如果你寫得好的話 用講的變成MP3 或者甚至是錄成影片 如果你真的做得很不錯 非常有價值的話 這個肯定是賣得出去的 各個行業這麼多 你可以去挑你喜歡的行業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MP3 這是可以賣得出去的 那如果說你針對某 譬如說攝影好了 假設我對攝影非常非常有興趣 然後呢 我可以針對攝影的教學 錄出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影片教學的話 我覺得這個影片 蠻有價值的 因為連我自己都想要買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這樣子的 做的一系列很完整的教學 在賣那個攝影的教學的影片 好像沒有 大部分都是只有書 或者是只有實體課程這樣 那第三種就是實體產品 你實體產品 實體產品其實 有一種是 你去經銷別人的工廠的產品 經銷別人 因為你剛開始自己沒有產品的話 一定是去經銷別人的產品 譬如說我以前第一次賣的實體產品 其實是DIY家具 就是經銷那個工廠老闆的產品 然後第二次我賣的是 我跑去世貿看人家的展覽 然後 人家就在展覽那個伺服器 伺服器的那個晶片 然後那個晶片是只要插到主機板上面 一開機 一台Linux的伺服器就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用 網頁的方式登入那個網站 然後開E-mail帳號密碼 或者是開網頁空間 可以自己把網頁放進去架網站 自己買一台 那顆晶片插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就可以完成一台伺服器的架設 我那時候一個晶片就賣五萬塊 那時候很貴就買五萬塊 那去看別人的展覽 然後去問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經銷你這個產品 那你可以給我幾折價格 那時候拿到經銷價是70% 然後就拿到七折價格 那五萬塊的話就 你賺三成就賺一萬五千塊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賣這個東西 那如果再進階一點的話 你跟那個 你自己 其實做生意做久了 你就會想要去找源頭 你會去找源頭 就是因為你去經銷 他只讓你賺三成 百分之三十嘛 那如果說 你可以再去找到更上游的話 甚至你可以自己開發 自己開發產品 有很多人會這樣啊 就是像大陸有沒有 台灣人到大陸去開工廠 結果呢 隔沒多久 大陸人直接把這些knowhow都學走了 然後大陸人就自己做了 然後把你台灣人趕走 像這種 像每一個人都想做這種事情 那如果你在你的業界夠久的話 你也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就好了 不要再跟人家 代理人家的東西 我每個人都想做自由品牌嘛 對不對 自己創品牌嘛 那其實這也是我蠻鼓勵的一條路 就是每個人都去創自己的獨特品牌 就好像你去幫別人做代工跟做品牌 就是兩種不一樣的境界 當然做品牌它本來就不容易 而且也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那也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國家 譬如說我今天在商業週刊才看到說 你去越南想要 或是去泰國你想要創一個品牌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 有些國家你人生地不熟 還有不同文不同種 你可能只能從代工開始做起 那OK 就是我現在講的狀況是 我們如果在台灣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同文同種的人 然後你在某一個行業做久了 其實你都會想要去自立門戶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你的品牌 只是一味的抄襲 你之前經銷代理的產品 那會很辛苦 所以你要做品牌 你當然一定要做出差異化 創新 差異化 跟人家不一樣 那當然不是說 只有差異化就可以樹立特色 不一定 因為你這個差異化 如果是沒有人家 沒有人有需求的話 那你這個差異化 也只是做好玩而已 因為人家不會買單 所以你這個差異化 必須去針對 客戶的需求去製作這個差異 人家才會覺得說 你這個東西對我真的有幫助 那這一集的產品主要是 我會鼓勵大家 不管你是有實體商品 或者是沒有的話 你都可以在腦袋裡面去創新你的數位商品 我講這個例子很簡單明瞭 就是我在剛剛講的那個伺服器產品 是在我的2010年就結束了 我在2010年之後 2011年之後 我就把 因為那時候生一場病去住院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繼續做那份工作 那剛好那時候 有人投資我 所以我就把整個技術 還有那個客戶 就移轉給他們 算是我的那個合作夥伴 然後呢 我在2012年開始 就完全專心去做教學的工作 那時候其實很辛苦 就是完全沒有知名度 你做教學工作 沒有人會買我的課程 我沒有人會來送我的課 那我也是慢慢慢慢慢慢去累積這些網路上 我現在網路上500、600篇 600部的影片 然後部落格文章也超過快500篇文章 好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結錄完 送水來 我買水 就是 但以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有臉書廣告的平台 或者是你Google AdWords 登廣告 那關鍵是廣告 所以現在的起步也許不用像以前那麼辛苦 以前從部落格開始經營 然後大量的鋪天蓋地在網站上 把自己的數位創作的內容公開出去這樣 那個是為了獲取免費的流量 對不對 或者是SEO 那現在如果你想要起步快一點的話 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之前我們有講過 你可以在臉書上面登廣告 買那個付費廣告 你要趁著現在 趁著現在有這些平台的時候 你可以大量的去購買廣告 然後曝光你的知名度 但是當然裡面還有很多 就是廣告費到底怎麼樣打才會省 才會節省 還有很多的那個技巧 那個是我們要去學習的部分 但是至少比以前這樣子 我們一寫就寫了好幾百篇部落格 來的稍微輕鬆一點 就是你可以更快的讓你的知名度透展出去 那所以這個產品的部分 這一節我主要是想讓大家知道 know how是很值錢的 know how是很值錢的 那這些know how 如果你懂得怎麼樣利用數位把它散播出去 讓更多人認識你 認識你的專業 那時候你要賣實體商品才會變得容易 很多人都是相反的 就是我今天店都已經開好了 砸了幾百萬開家店 然後東西都準備好了 產品都放好了 然後等著人家來看 在那個狀態下 第一 你還沒有知名度 來看的人很少 第二 來看你的人 不曉得你這個人 這個老闆到底夠不夠專業 跟你買東西到底有沒有保障 到底買了之後有沒有售後服務 那如果說你在店還沒有開之前 你就已經在網路上鋪天蓋地讓人家知道 你是一個對這個方面很很專業的人 像有些有很多網路的拍賣的賣家 是後來才有的實體店 記得吧 他們都是在網路上先賣 然後賣出了知名度 然後才成立實體店 所以那種方式你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甚至說你今天什麼東西都還沒有出來 你做你就可以做市場測試 你可以先把DM網路上那個銷售頁 名單收集先做好 然後你去打廣告的時候 看看人家收集名單的量多不多 也就是你可以透過網路就知道 這個產業這個產品有興趣的人多不多 你甚至可以用預購的方式 就是人家先買了下訂了 然後這個東西才出來 那如果這個量真的很多的話 你將來量產才有可能賺錢 如果你這個量不多的話 你剛開始你只是小賠一點 就是小小量產 不到量產 就小小算算賣樣品而已 那這些人假設填寫的人不多 那你預購的人不多 你就賣給這些人就好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量產了 不需要大量的生產 這樣才不會花掉你整個 有的人是投了整個 生家的那個積蓄下去拚命的 我覺得那個就太危險 太危險 有工具就是用工具去做測試 真的有市場你再去做量產 這是這一節我們產品 跟大家稍微說明的 那將來呢 我們還有陸陸續的影片 因為這是一個新制圖 這邊展開的內容可以無限制的展開 所以之後我如果想到什麼 新的idea 我把它加進去 然後我就會再繼續錄影片 請你持續關注 流奶爸的網路行銷八點檔 那我們的網路行銷懶人包 目前就包含你現在看到這些 我有講到的內容 那有興趣的話 你再去看我們更進階的 詳細介紹課的內容 好不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